这个议题基本上当然大家就看的是长期照顾政策的演变过程 那从修法也好 从资源的整合也好 是不是还是从需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最真实的 那刚那个政理事长提到他自己的父母的状况 那我觉得在座很多人也都有家人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都认为这个长照好像是for老人啊 for这个失能的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族群 就是我们生长者生长朋友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我们还是把它扩张 认为是一个这个照顾福利体系 或者是照顾的这个社会资源整合 会是长期照顾总体来讲的一个概念 他不要只因为老人化高龄化社会 所以就开始大家把这个当做一个未来的叫做银法产业 那其中长照的体系长照的资源配搭 好像在这个地方是新观念 其实不是 那我想过去因为很多的这个团体的倡议里面 大概都会去从这个需求者的角度 比较希望社会福利整体上面的这个规划 那由这个很多的NGO来作为一个协助资源的一个配合 甚至已经成为主力的 也就是今天来的非常多的团体 基本上已经是在照顾体系 或者是整体的服务资源里面是长期的伙伴 所以第二者会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讲是委托机关 或者是这个叫做提供服务的机构 他们的需求跟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两重问题下 从整体被照顾者家庭也好 照顾者当然刚刚谈到的很多制度体系上 服务申请的问乱 不知道这个资讯的充分性 或者是及时性 这是一重 二重是这些执行的单位 很多机构他们帮政府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他们最常抱怨的 比如说行政程序的繁复 这个很多预算合拨程序的繁复 很多制度变化之后呢 调整做法的繁复 这都是机构后来有些会退出这样的一个 服务资源体系的一个抱怨 那第三者 我觉得就是今天蔡委员在这边 很希望总体上来看的就是资源的部分 裁员从哪里来 人力是一件事情 没有钱 没有一定稳定的资源预算 没有一定的这种规划的这个预算 你现在讲的所有需求都不会发生 也不会改变 所以抱怨跟一样的困境 几年后还是重来一遍 所以我是希望说 整体上面来讲 从最尚未思考问题是对的 那有没有现阶段可以暂时稍微做处理的 一大部分会是政府现在推动就是社区型在地老化 或者是社区照护体系的建制 那这个既有资源其实还蛮多的 也蛮多元的 那谁来整合 整合出一个模式比较有效 或者是不叫一种模式 会因应城乡或者是相关资源不足的县市 而有多种模式 我觉得这一块呢 我一直没有听到 卫福部跟地方政府 或者是这些代办的这个 从事协助的NGO之间呢 有一个多模式 新的叫做长期照护体系的一个空间跟开放性 所以今天刚刚听到的 不管是家总的 或者是之前老盟各种团体 都在创新一种 多元式服务可不可能发生 为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资源是稀缺 什么资源稀缺 是本国的照护员稀缺 他们不愿意去 那移工外籍看护很多 可是他们就会绑在一个地方 所以这两种人力资源之间 是无法互相创造纵效 以至于在家户的 永远就受制于刚刚讲到的法令 还有大家对于他比较便宜 你想要用这个比例上面比较高 所以占比上面 一公外籍的是大概四 然后本国大概是一 甚至更高 好不好是五比一 所以总体来讲是国人 想要进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 可是可能受制于几重原因 第一种大家最熟悉就是薪资不够稳定 工作不稳 工作员不稳定 所以长期大家对这样的工作 客观上的一种认知就是比较低阶的 然后没有工作尊严的 没有专业的 这个使得在地方政府 即使大量通过了照顾服务员的这个 职讯 培训 他们还是不愿意踏进这一个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总体上来讲 不管劳动部 卫福部 都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个问题 那到底该怎么办 他的证照专业本身呢 90小时的训练 跟我们过去认知的一个叫做 专业证照的这个 这个工作者之间 其实是有落差的 所以90小时的培训 只是取得门槛的入门票 他要形成 大家认为这个职业是值得很 需要他们 国家会对这样的一个证照 有一定的培训他们成为专业者 这个时候我觉得才会有人比较想 我来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 第二个是工作分派方式 其实是蛮有问题的 就是家户的移工外劳 是一个人所在这样的一个家户里面 那有没有可能变成是 有之前有团体推动过 社区用派遣方式的 类似群 群体工作制的分派 或者是调派的这个机制 这个其实是可以有人尝试 也做过蛮成功 但是应该是 卫福部或劳动部 对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审定呢 没有给他长期性的计划 所以实行 这个一段之后呢 又停掉了 就好的模式都没有办法 再去扩大事办 所以事办完就等于昙花一天 资源就这样子又没有了 那第三者是回到 需求在医院方照顾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你们谈的这个移工 离开这个家庭 成为逃逸之后 可能他的第二个职场 就在医院里面 担任非常多的照顾的 我们讲的黑工 那因为需要照顾 所以很多照顾的黑工 也很少人说 我去检举他称呼 因为你的家庭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呆 我在上班的时候 要医院的这个看护部族的时候 我就去请了这个医院提供的 这个叫做看护人力 看护人力来的证照呢 都是合法的 但是检查下去的人呢 就对不起来 就常常有黑工在寄生医院 医院又不敢说 让家庭因为一时失去 人力又补不进来 所以这个恶讯循环呢 在这个层次里面 推动刚刚讲的全责照护制度 这十几年一直有人推 可是我不知道卫福部 或者是劳动部 或者是医院方 是觉得这个不可行 还是说这个方式呢 会让有一些家庭有移工的人 或者是在医院既有的一些寄生体系 会出问题 这是一个相对恶性循环下的弊案 过去我们在地方 我们想进去医院查 都很担心医院把这个事情呢 就是推到家属 他的需求上面 家人会如何如何 有一些些隐含社会上面 不可说的秘密 那我想今天 既然是公厅会 部长 赤长也在 我想卫福部的人比我更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有没有可能倒过来推 就是说 把这个全责照护 刚刚讲几百亿 这个钱呢 可以再去重新调整 怎么样从院方开始 把这个第一时间需要照护的 全责照护这种 慢慢推行 推行到一个程度 有些家人他会理解 什么叫全责照护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可以按公时去几个地方 来做这个叫做一个配搭性的服务 他的时间一样八小时 他在A加户 B加户 他可能就轮流之后 做了三四个加户 总体来讲 他的收入 他的公时 以及他的一定程度专业 都可以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 从医院方慢慢进入 进入到社区方 到社区方慢慢慢慢进入到 取代移工 长期依赖的政策 这个我相信 台北市政府过去构思过 新北市政府我认为也推动过 那很多的团体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很希望今天 那个次长在 能够是不是从这里慢慢起一些改变 这个产业以及这个职业现况 特别是本外劳分配比例 不失衡大问题 第二者是 在这个社区跟医院里面 慢慢调配看看 只有用这种方式 建制出新的服务观念和模式 引导国人引导一些受需要照顾的家庭的家人的理解 他会引用新的模式来 才有可能慢慢调整 那最终是财政上稳定的部分 一定还是需要由你们来 一定程度要求在行政院 或者是跨部会里面 去处理这个资源整合的部分 以及财政的部分 这是以上我的建议 谢谢 谢谢